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发事件 否则市场是有惯性的 既然股指选择了上涨 那我们就看涨 做交易也要讲究顺势而为 上涨的时候我们就买 下跌的时候我们就卖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 有一个基金经理在电脑前局处不安 这个时候他十岁的儿子进来了 就问爸爸你怎么了 基金经理说 这只股票我不知道该不该买 儿子看了一下电脑屏幕说 爸爸他在下跌啊 当然不能买 基金经理猛然醒悟过来 是一个十岁的孩子都懂得道理 如果你无法决定是否购买一只股票 那就看一下市场的反应 上涨的时候就买 下跌的时候就卖 就这么简单 钱是最聪明的 2021年表现最好的股票基金 就是这一只 代码是BRSVX 它是一个专注于小盘股 小盘廉价股票的基金 今年到今天为止 已经上涨了53.6% 涨幅在400多只基金里排名第一 是大盘涨幅的两倍多 这几天有时间我会介绍一下这只基金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下下周关注的三只个股 第一只股票是TARA 第二只股票 就是这只股票 代码是 TARA 第二只股票 VVOX 就是这只股票 VVOX 第三只股票 代码是 EYES OK 前面两只股票 TARA VVOX 我在前几期的视频已经介绍过了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EYES EYES 就是这只股票 这是一家为盲人提供视觉服务的医疗公司 用他们公司提供的服务 能让盲人重见光明 但看到有盲人用他们的服务 之后说 我看到了的时候 那一幕是非常震撼的 今年3月5号的时候 公司得到了FDA的认可 在这里 我们看 这是Yahoo Finance 3月5号 在这里 OK 三月5号的时候 公司得到FDA认可的当天 当天的成交量暴涨了 成交量暴涨了一千倍 3月5号 从平常的七十多万股 当天成交量是七亿三千九百万股 然后就经过了三天的拉升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股价从3月4号的收盘价一块四毛三 涨到了3月9号的收盘价十五块四毛八 股价三天上涨了十倍 最高的股价来到20美金 然后 然后公司 进行了两次蒸发 一次是在六美金 一次是在五美金 然后股价就开始 经历了五个多月的调整 近期股价 在缓慢的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股价 再慢慢的上升 因为他们公司提供的服务 我觉得是一个革命性的 开创性的 而且经过两次蒸发之后 公司也有了足够的现金 来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我很看好这个公司的后续 好了 今天就谈到这里 祝大家交易顺利 谢谢